主料,红薯粉100克,娃娃菜80克,韭菜40克,辅量,油,盐,蚝油,鸡精,酱油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红薯粉提前用温水浸泡,娃娃菜取菜干,韭菜切断,瘦肉切丝,锅里将油先煸炒瘦肉,接着下菜杆子翻炒,然后下红薯粉和调料,盐, 蚝油,酱油,鸡精少许清水,翻炒入味,带汤汁差不多时,加入韭菜一起翻炒熟就可以,最后的成品,烹饪技巧 一,青菜可以随喜欢搭配二红薯粉浸泡的时间九点,越容易熟,再熟的时间短,红薯粉不容易粘锅 三,如果有高糖那是最好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